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羡慕顶级选手手中那昂贵的球拍 那么他们的球拍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这是球拍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 外观检验和包装 在此之前 即便是最便宜的球拍 都经历过上百道工序的加工处理 现在我们就回到球拍刚来的时候 看看他们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制作羽毛球拍的原料 碳纤维 也许你接触羽毛球 就是从木头球拍开始的 后来还用过铁或铝制球拍 现在大部分爱好者所使用的 就是由这些石油的副产品 碳纤维制成的球拍 我们看见到我们碳纤维 其实它是一个色状的 我们如果仔细地去看的话 它是像头发 比头发色还要细很多倍的那种细色 里面有一种另外的材料 就是我们讲的环氧素质 那这种环氧素质 把这些碳纤维把它组成起来 就我们看到像纸一样的东西 把它排列起来 然后把一根一根的丝把它粘起来 这台类似于织布机一样的机器 把碳纤维丝按照不同的排列规格 织成了一张碳纤维布 不同的纤维布被裁成不同规格的布片 以制作球拍不同的部分 现在的碳纤维 在外观上和轻便坚韧的羽毛球拍 完全看不到任何联系 神奇的一幕开始了 把纤维布卷在一根铁心上 外面缠上一层特殊材料 羽毛球拍的中感就成型了 杆是在中间放了一个硬的我们所谓的体型 然后把这些碳纤维布把它包到上面 然后外面用我们叫OPP的东西 这个OPP它有种特性在高温的时候它会收缩 所以其实就给它一个压力 经过加热加压后再把中间的铁心抽去 球拍中感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由一片布卷成的球杆真的结实吗 不用担心 它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重压的考验 别看我们这个中管这么细 其实它可以承受40多公斤的力量 就把嘎的两头支起来 我们站一个比较轻的女孩子 可以站上去都没有问题都不会断的 所以它承受嘎的部分 我们支撑起来可以承受40多公斤的力量 这台仪器专门测试中感的强度 在16公斤重的砝码压迫之下 中感的形变超过8毫米 但却毫发无伤 如果说中感是卷出来的 那么拍框就是叠出来的 工人们正熟练的把一层层的纤维布叠成长条 而中间夹着的是向里面吹气用的导管 中感和拍框的连接处 在机球时要承受巨大的冲击力 但制作起来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工艺 几片碳纤维布的包裹 就完成了框和感的连接 这就是羽毛球拍的雏形 这时拍框还是软趴趴的 模样也并不好看 把球拍放进模具里进行加温和加压 球拍就会大变身 每只球拍雏形尾部都有一个气嘴连接拍框内部 通过向里面吹热气和外部同时加热加压 球拍就像烤面包一样新鲜出炉了 现在碳纤维布终于摇身一变 成为了既轻变又坚固的羽毛球拍 这些黑乎乎的球拍的性能 已经和我们实际使用的球拍相差无几 可能你还在怀疑拍框和中感的连接方法 只用几片纤维布包裹一下 球拍真的结实吗 这是一台检测球拍扭力的仪器 把球拍两端固定 以100公斤的扭力转动球杆 旋转角度设定为30度 我们可以看到球杆与拍框连接处完好无损 这正是碳纤维的神奇之处 有些商家会这样向你推销 我们的球拍是高级的一体成型拍 那么到底拍框和拍框是一体的好 还是分开制作再连接起来的好呢 那当然是两次成型的好 因为两次成型的它可以中管的性能 跟头框的性能都可以调过 可以去搭配 那一次成型出来 这个框它的软硬度 在做出来的时候已经就跟头框接起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分 但是我二次成型的时候 我可以去分 根据这个中管的需求 我需要什么样的 我就可以接什么样的东西上去 所以这样出来的东西它会更专业 成型的羽毛球拍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工序 才会变成我们实际使用中的样子 这包括钻孔 粘上手柄 通过在手柄内部放上不同质量的橡胶条 来控制球拍的重量和平衡点 球拍上喷的漆与汽车漆相似 所以球拍才会长时间保持鲜艳夺目 球拍上的装饭图案 其实像我们装饰手机一样 是用贴纸贴上去的 最后进行烘烤干燥 缠上饼皮 高性能的羽毛球拍就此完成 2006年羽毛球世界杯南丹决赛 林丹在一次大力杀球中 竟然把球拍打断了 顶级选手必定会使用最顶级的球拍 但林丹的球拍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球拍要经过严苛的检测后 才能交到使用者手中 这台仪器用来检测 拍框在穿好线后 是否能承受巨大的击球力量 大家都在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拍子 算是好拍子 这些拍子是要通过高级选手去试 试完以后他们会告诉你这个好还是不好 那到底哪不好哪里不好 那就必须得通过我们这些专业的设备 球员在球场上杀球这个速度达了多少公里 是吧 比如说有的人说300 有的人说400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拍子到底能不能承受 所以我们也是模拟这个球员去打球的时候 把拍子挥到可以杀200 300 400公里这样一个速度 来测试我们的拍子到底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力量 这是一台高压炮 它可以给球施加相当于300公里以上时速时产生的压力 我们把球发到这个200多300多公里 让它去击这个拍子 看这个拍子的能不能承受 那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测试 会用非常高速的这个摄影机去拍这个拍子的运动轨迹 球打到这个拍子上 拍子它会左右的这样晃动 前后晃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你球击过以后它应该是前后晃 那你左右晃就不正常了 或者说有的是这样子摇 那这样是不好的晃动 那第二个你晃动的这个时间跟你的幅度 如果你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可能我打第一拍的时候 过去了球过来了 你这个拍子还在晃着呢 所以我们第二次击球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准确 你说累了会 以着这个球拍去捡球 或者弯腰的时候这样撑 它会增加一个重量 甚至有时候输球会生气什么的 把拍子往地上丢 或者这个头都一般都是头先着地 那这样的话 这个拍子就很容易断 所以咱们就去做这样一个模拟的测试 我跟它加重 然后这样往地上落 保证在一般的这种力量上 没有那么容易动 在经过重重考验之后 每批球拍中都要随机抽样 进行完全破坏性测试 以最终确定球拍的质量好坏 将拍框竖直放置 在达到46公斤的重量时 拍框被压断 横向放置和侧向放置时 球拍断裂时显示的加压重量 也在40公斤以上 按照严格标准制造出来的顶级球拍 为什么会经不住林丹的大力扣杀呢 这个碳纤维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最怕是有外界的冲击力 因为这个纤维它实际上是很脆的东西 可能断一部分 纤维断了有时候看不到 当你打的时候 再受力的时候 它可能会断掉 或许林丹打断的这支球拍 之前受到过一定的伤害 在外表上看不出来 但它已承受不了林丹的这次大力杀球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林丹本人超强的个人能力 它杀球瞬间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这把球拍 所能承受的力量范围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穿线的棒数 高水平选手球拍的穿线棒数都很高 这也就造成了拍线对拍框的拉力很大 在超高速慢动作画面中我们看到 高棒数球拍机球时 球网的形变很小 也就是说 球网本身的弹性 所吸收的力量相对较小 机球的大部分力量 由拍框承担 所以当遇到一个足够大的力时 拍框就有可能断裂 穿多少棒的线经常是业余爱好者讨论的话题 那么顶尖选手们的球拍穿线棒数有多少呢 林丹31棒 傅海峰31棒 蔡云32棒 夏宣泽32棒 当宁32棒 陶飞克32棒 李宗伟28棒 一般说越初学的 越力量不是很大的 我们选择比较低的棒数 因为力是相互作用的 你拉太高的棒数 如果说你的力量 或者你的技术没有到这种程度的话 往往会造成一些运动伤害 在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最好拉个24 23棒 21棒就足够了 那就稍微好一点 那是25 26棒 至于说像国家队的这些顶级运动员 他们也有那28棒到31棒的都有 不是说所有的都拉这个棒数